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世界气候的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中学生大概罢课 希望全世界的人能够关心气候变化的问题 影响蛮大 而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对这没太关注过 比较注意到他的时候都是最近的事 上一次川普到联大去开会 他当时也去了 但是当他见到川普的时候 非常的愤恨 非常的咬牙切齿 他是在两个人是在走到半路上相互遇到 应该是他先进了那个大厅 然后呢川普后进来 然后那川普进来呢 对于他来讲比他影响大 所以人们就去前呼后拥的 他在旁边就是非常的愤怒 他的愤怒呢 大概有着不同的解释 我也看过在YouTube上跟这个推特上 有一些视频 当时曝光的也蛮多的 而他在发言的时候呢 各种说法不一 而有关跟有关他的身世 个人的身世呢 他家庭里面蛮有趣的 他家庭里面在他的祖辈曾经很有名 跟当今世界上一些有名的 不叫当今啊 跟近百年来 他同辈当中 他的祖辈同辈当中 是一些有名的科学家 无神论者 这个是这样 所以蛮有趣的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 但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 说实话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兴趣 大概在一个月前 巴西总统在 你知道巴西曾经发生了 这个原始森林大火 后来呼吁人们去关注 结果巴西总统 在一次谈话中说 这是小李子放的 就是好莱坞著名的影星 小李子放的火 那个人也同样跟他一样 是一个环境保护者 曾经捐了很多钱 而那个说小李子放的 原因就是说 大概讲说 这里都包含了很多阴谋 一些环境保护者 以环境之名 大概牵扯到钱财 骗取钱财的股市 小李子那件事情呢 面对巴西总统的说法 提出了抗议 而且说 那不是我放了火 不是我找人放了火 我还捐了钱了 最后那个事情 没不了了之 那个小李子也没有去告 这个巴西总统 巴西总统后来也不再提这个事了 所以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呢 里面比较突出的 是一些有钱人 有名人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探讨的是 一个更大的特点 几乎都是无神论者 几乎都是无神论者 以抗争的方式 以一种斗争抗争的方式 以一种 相对来讲 在责怪他人的概念 出现在一种环境中 就是他 很多这样人 他不去遵从一个生命的 轮回转世的过程 不去尊重生命本身的 这种上下传递的过程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灵魂不死的过程 他们探讨更多的是 这个层面本身的利益上 真正的环境保护者 最早出名的是 是戈尔 克林顿的时期的副总统 后来 戈尔参加竞选的时候 是输给谁了 输给小布什了 是谁 他那个戈尔跟克林顿闹翻了 当时输的票数很低 然后 克尔就 突然转向到环境保护 有关世界气候变暖的问题 就我个人来讲 他们一切 很多一切都站在所谓科学的角度上 去讨论 不随自己意的话呢 我个人看到呢 就是说 一方面对环境表示了爱意 但同样的另外一方面呢 表现得非常的 有着凶狠的成分 这个孩子就给我这印象 十五六岁的孩子 表现出来那种 咬牙切齿的恨 恨 跟我们在学校 在共产党环境中受教育 跳白猫女 这个 这个红色娘子军差不多 那这个事 所以 但这个事情出在哪了呢 就是时代杂志 评选2019年 年度人物的时候 当时逐渐逐渐就 香港的抗议者就凸显出来了 最后剩五个人 包括这女孩 结果后来这女孩 结果 香港 对不起 CNN的时代杂志的评委 凭了她 而不是香港的抗议者 那就我个人来讲 这确实是CNN所做 时代杂志是CNN的 在星期日的 有一个专题节目叫GPS 那个人曾经犯过错误 是个印度籍人 那个人就是时代杂志的主编 他在CNN做一个专题节目 而CNN本身 你可以叫左派 其实我个人以为 就是真正亲共 亲共 在生命的角度来讲 更强调自我欲望 自我权力的方法 所以如果选这女孩呢 我不是她说对她错 而是代表的价值观 我讲的是代表的价值观 而香港人这次抗争的本身 是完全生命的人性 是一种历史性的 原因最好的证据就是 他们可以能够公开大声地 喊出这个与神同行 而公开地喊出天灭中共 这是站在一个 不是完全远远超越于政治的角度 去讨论 那结果今天成了新闻是因为 这个川普的大儿子 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 说时代杂志选这个女孩 却没有选择那些香港的抗议者 香港抗议者为他们的生命 为他们的人性 为他们自由 他说这个 好爹啊 我就说 搞什么搞你 搞什么搞 这个推文是比利时的前首相 就他来讲 他说我个人选择 今年的人物的话 应该是香港的抗议者 而不是他 而不是他 而他所代表的一切 在他个人来讲 就是说他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根据有某种 CNN或者说时代杂志的 自己的一种政治的倾向 或者一种标题的表达 有着他 或者说有着时代杂志的 个人的 自身的目的在其中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 成为了一个新闻 原因就是 是香港人在这次抗争中的背书 小川普炮轰时代杂志 离弃了香港抗议者 比利时前首相 我愿意选择香港民主的抗议人 瑞典16岁的环保少女 成为了2019年风云人物 国际间有不少评论 对 其实不只是这些人 小川普就明确了评价 而这个比利时前首相也做出了评价 而川普星期四在推文中说 这个女孩必须处理她控制愤怒的问题 然后与朋友一起去看老一套的电视 然后与朋友去看一套老气的电影 我不知道她是这么翻的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如果说叫老气的 然后与朋友一起去看一套老气的电影 我不知道是指她过时啦 过气啦 这是川普的含义 因为你这么穿的话 她只是掐了一段 还是作为一个老者 那川普应该可以是她的祖父辈了 劝告一个女孩子 你得去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 而当时是在纽约的时候 在联合国的时候 是她对川普 川普没招他没惹他 川普进来 他对川普表现出来的咬牙切齿的痛恨 唐纳德在推特上讲说 时代竟然抛弃了哪些为自己的生命 与自由而战的香港示威者 去推销一个被用来作为营销的少女 你们搞什么搞 你们怎么敢这么做 没错 所以这个女孩的价值观 时代杂志在这么做的时候 有着太明确的明显的 这种利用手中的工具 宣传工具 去极不公平的表达 人本该具有的人的环境 是代表了CNN也好 时代杂志也好 在生命认知上 早已经背离了神造人的 我也以为是背离了这个概念 那唐大德用了叫通背离 九月份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严厉谴责各国领袖的名言 你们怎么敢这么做 来反击时代杂志 那句话是那个女孩在发言的时候 极其愤怒的时候 说的一段话 那个女孩也蛮 对她有些很多人有评价 发现她只会念稿 不会真正这么脱口说 所以这里他才讲说 小川普说 你去推销一个做营销 做噱头的这种 给我的感触就是说 有关气候问题 联合国气候问题 美国好像已经退出这个组织了 里面带有太大的政治阴谋 有个人贪图势力的个人 在利用着什么 这种说法不是一家 这种说法也是一个很大范围 中共国的领导人也支持 所谓气候问题 比利时前首相发文 他个人选择香港抗争者 不过认为 他说贝里通理也值得获这个头衔 他希望有助于气候危机的消息 往外传播 时代杂志每年会 今年选出他作为这个风云人物 不过在解释选择他的理由的时候 两次提到了香港 指他代表新一代的自己危机 自己旧的时代精神 那是香港不是他 所以这是时代杂志在推广时 就是这个社会在我眼睛里 这个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危机 我以为是这样 因为香港人的抗争是 是抗争着要被天灭中共 天灭的中共 而这个女孩所表达的 而天灭中共的过程中 香港人表现出来的 表现出来那一份人性忍难 和与神同行的生命的升华 而并不是这个女孩在大会上表现出 所有不顺她意识 她所表现出来的愤怒跟咬牙切齿 愤怒和咬牙切齿 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 是七宗罪之一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